一转眼已经在岛上生存了很多天了 为了能够获取到丰富多样化的食物 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 打造了各种各样的陷阱 但收获并不是很理想 每天来丛林查看 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 但来一次就失望一次 辛辛苦苦制作的野猪陷阱 一直被野鸡破坏 他们成情结队 把我们用来吸引野猪的诱饵 全部吃光了 所以这两天 我们又开始在野鸡身上下功夫 并打造了一款辛辛苦的野鸡陷阱 兄弟们 这个新型的野鸡陷阱原理 和我们前两天制作的野猪龙原理是一样的 当它被叶肉吸引进来 轻轻地啄到这个触发器的时候 上面这个笼子就会迅速落下 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到没 这样它就无处可逃 只能做等我们生活了 当然只制作一个还是不够的 这个丛林里生活着大量的野鸡 所以要在多个区域进行布置 假如未来获取不到野猪 有吃不完的野鸡 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布置完陷阱后 我和大头突然在丛林里发现了一种神奇的植物 就是巴布亚非常有名的红果芦豆树 它的果实可以食用 外形称鲜红色 看起来就像一个细长的波罗蜜 我寻找了很久 只找到了半个熟透的 和两个快要成熟的 兄弟们 这个可是个好东西啊 很多巴布亚人啊 会以这个为食 主要是吃表面这个一粒一粒的小果实的果肉 不过在吃之前呢 要先把它搞熟 大头啊 去找点柴 咱们搞点饭去 好嘞 大头去丛林里调到了很多干柴 并带回了庇物所 而我这时正在处理着那些神奇的红色露豆果 步骤并不算很繁琐 放一个盐熏好的猪排 准备站着吃 估计今天这顿饭会很特别 诶 兄哥 怎么这味道怪怪的呀 你别着急 等这个猪肉熟了 一起站着吃 行吧 再加热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烤熟以后啊 把它们切成一块块的 方便食用 兄哥 我能开吃了吗 行吧 蘸一下这个果酱 这味道很特别呀 也不甜也不酸的 还有一点点胃苦 这个看起来很像番茄酱啊 确实啊 这味道很奇怪 虽然它有一点苦啊 但是回味起来这个味道还是挺吸引人的 配合着新鲜的果酱 我们很快就把这些烟熏的野猪肉食用完了 这时候 一天也过去了一大半 我们该开始为晚上的食物做准备了 感觉没吃饱啊 兄哥 还有猪肉吗 别总想 收锈了 不过啊 这不影响它的威力 大头啊 我去牵手 你在岸上别显着啊 嗯 去吧 今天的流水非常紧 需要一点点的扒着石头才能慢慢前进 刚下来 我就被眼前五颜六色的海星深深的吸引 这种海星喜欢生活在开阔的沙地上 因为这样 可以方便它们爬行 来在海底获取食物 在海洋里 每一种生物都有着它们自己独有的生存方式 我来这里也是为了生存 希望大海能够给我带来一些美味的食物 下来没多久 我就在海底的礁石上 发现了很多外表看起来像石头的贝类 在捡了一些礁给圣石后 我决定带着鱼枪插几条鱼 毕竟插鱼是我最擅长的 可今天流水实在太急了 需要费很大劲才能游到鱼儿附近 可这时 你根本没有去在海底等待鱼儿靠近了 所以插了一会儿没成功 我就暂时放弃了 当然又有一部分原因 是我在海底发现了巨型海带子的躯壳 这证明这片海域绝对生活着很多巨型海带子 果然 我没有猜错 这里的海带子是真的多 而且个头都很大 哇塞 这边的海带子是真多 而且一个比一个大 咱们接着找 此时的我 完全沉浸在了寻找海带子的过程中 当你从海底把海带子拔出来的那一刻 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此时的我并不知道 接下来我会因为这个行为而后悔 几乎没有一会儿 我就会发现一个海带子 平时没有被打扰的时候 它们是张着嘴的 但受到打扰 或者有猎物爬进 它们的嘴巴会迅速闭合 我处理海带子的时候 曾发现它们的身体里有一些没有被消化的小螃蟹 或者小虾 当时我才意识到 原来这家伙是肉食生物 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个小时 此时的我 已经在海底找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海带子 就算藏着再隐秘 我也能找到它们的踪影 甚至整个身体都像现在沙子里的海带子 都被我发现了 正当我尝试去把它挖出来的时候 却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 原来 这个海带子身旁竟然藏着一只丑陋 并且带毒的鱼 仔细观察看了看 又像石头鱼 又像老虎鱼 它有两个看起来像翅膀的鱼鳍 背部又有一排尖尖的鱼刺 哎呀 兄弟们太倒霉了 抓那个海带子 没像到旁边有一个石头鱼啊 直接抓到我整个手都麻了 太倒霉了 这石的我 已经完全没有心情再继续潜水了 幸运的是这时候摄影师突然查到了一只 也让我们今天的收获变得豐富了一些 今天这收获还算可以啊 有八个海带子一条鱼 还有一堆这样的炉 要不是被那个石头鱼扎一下的话 我估计我还能接着搞很多 不过收获这些也不错了啊 咱先把它们带回去 处理了 在我潜水的时候 大头也没有闲着 他先是去红树林转了转 兄弟们我们来红树林转转 看看能不能搞些食物吧 感觉白天在这里除了摸些炉 也没别的东西了 但是摸了的话得去深一点的泥水坑 这里又全是鳄鱼 金哥不在我一定害怕呀 你们看 这里就有一条 不少一米多左右 这要是被他咬上一口可受不了 走吧 咱去别的地方看看 在红树林遭遇失败的大头 又来到了沼泽去 看看能否发现乌龟的足迹 可算让我找到了 这岛上的沼泽里 存活着很多这种淡水乌龟啊 这是我们上岛以来发现的第四只了 也应该是最大的一只了 估计得有个三四斤 再接着找找 看看还有没有 这里又有一只 原来是个小家伙呀 对比一下 这个小了一半呢 兄弟们 我们有只大的了 这个小的就放生吧 等你长大了 我再来 就这样 在我和大头的分工写作下 我们的晚饭又着落了 已经全部都处理好了 一共出来三盆肉 这三盆肉呢 我计划炒着吃 这条鱼啊 就给它烤了 自从带了调料上岛啊 感觉生活质量 一下就提高了很多 无论搞的啥 都想拿这个条鱼炒一炒 兄弟们今天这顿饭还算可以吧 有烟心的野猪肉 炒乌龟和海带子 还有烤鱼 今天说啥也得多吃点 要不然对不起我受伤的手啊 我也是啊 亲哥 今天找乌龟的时候 都快百分之一摇死了 那你也多吃点 嗯 整个乌龟肉 我来看猪排 这个和海带子一起炒的乌龟肉啊 增加了一股鲜味 很好吃 嗯 怎么不知不觉就没了 再来一块 你留着点啊 这野猪肉过了今天就没了 那你别吃了 钱不留给我 你想的没 我的那份你不要吃 哎 请开玩笑的 我也尝尝这乌龟肉 嗯 确实挺好吃 不过对比这个野猪肉 还是逊色一点点 嗯 兄弟们 这个岛上的野猪啊 真的是太聪明了 上到这么久啊 才搞得一头 也是让我爸妈没想到的 本来计划的是啊 来到这里天天都能吃上野猪肉的 结果想象和现实啊 差别有点大 倒是海里的资源丰富程度啊 比我想象中央好得多 也让我们生活看起来啊 过得没有那么苦 清哥啊 要我说啊 明天就去找找野猪的巢穴 要找到了 给它一窝端了 天天弄什么陷阱啊 那野猪没那么傻 闻着人的气味就不出来了 你这想法不错是不是 毕竟这岛就这么大 是啊 嗯 明天啊 想想办法 快吃饭吧 一会儿凉了 嗯 这海底子和乌龟一炒啊 越吃越香 这鱼烤的也是带筋 外焦里嫩 这鱼皮啊 吃起来都是香的 天在这里生活啊 都要围绕着吃喝住来忙碌 就比如这个床啊 但睡的不舒服啊 得搞个床垫 这下好多了 就跟个凉仙一样 为了吃饭卫生啊 我们还编了桌垫 感觉很有疑似感 赶紧吃一下早餐 开始新的一番了 有点不可思议 最近我们消耗了近100个椰子和椰宝 看着每天减少的食物 压力真的很大 所以每天能储充食物 咱们尽量储充一些 来预防不可预知的明天 又搞了点椰子和野菠萝 应该可以扛两天了 稍后我们现在去海边看 哇 今天的海水终于变蓝了 我们可以下水探索了 我终于可以牵手寻找食物了 每次下水我都会有新发现 今天刚下来 我就看到了逛街的八爪鱼 它看到我后开始逃跑 我尝试抓它 结果这货从我头上喷了一堆沫 等我反应过来 它已经开始钻洞了 这时候已经拿它没有办法了 没关系 没有了八爪鱼 我们还有龙虾 可是在水下看着这么大 拿到手里怎么才这么小 还是放生吧 最后我收获了一些海螺 雕草的上岸了 秦哥秦哥收获咋样 我发现了八爪鱼的龙虾 八爪鱼呢 看龙虾呢 没看出那里这还不好的嘞 只有这几个海螺 是根本不够我们吃的 我得想想办法 对了大头 好久没有去荒春林了 你去看看 我接着下海 这次肯定有货的 行 我突然想到 前几天制作的大号鱼龙 已经在海里布置了好多天了 我找到后里面的收获 让我很开心 和上次一样 被困的鱼儿在里面游来游去 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拖上岸 我是没想到这个鱼龙 还有这么多生活呢 你看 这条什么鱼啊 这还有条大石斑 金骨斑 这里还有一个小青衣 还有三条石斑 然后三个面包蟹 还有三只鸡鸡蟹 每次他们都过来捣乱 咱给它放生了 就这样 今天我们有了丰富的收获 好久没有去红树林了 所以大桃也能在这里收获几只螃蟹 今天收获真的太丰富了 各种各样的海鲜 咱可以好好享受一顿了 哎 对了大桃 拿手机来给我喝这些海鲜 哇 这鱼差不多烤熟了 这海螺也差不多了 咱们今天要熬制一些海盐 把今天吃不完的鱼啊 给它晒成咸鱼干 这样过两天 咱就有咸鱼吃了 我刚问了一下 这条鱼的名字叫沙尖 是这里面最好的鱼了 咱尝一下味道 哇 真的很香这个肉 我也尝一下 哎呦 还吃蛋鲜味呢 咱们给它抹点海盐 这味道应该一下就上来了 哇 真好吃 我也整点盐 哦还有糕 嗯 星哥你的烧烤就是太棒了